反正就長這樣子吧 然後我有個截圖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裡面的東西 裡面大概步驟怎麼做 這邊都有 所以期中考試呢 反正你就照這樣的流程做完 那恭喜你 你就可以拿到滿份了 前提 不過可能還是需要練習 雖然沒有很多程式嘛 但是只要有一點點地方錯 就是全部錯了 這沒有說 程式是這樣 它沒有 所謂的99分 你沒有100分 只要有一個地方錯 你就是沒辦法執行 那所以這部分 真的也是它 比較極端一點的地方 不像說有些地方 還可以模擬兩可一下 像寫錯文 寫錯一個字 倒還無傷大雅 因為還是可以看得懂 到底你寫什麼 可是程式是 只要你寫錯一個字 這個程式就無法執行了 OK 所以這個概念 恐怕 大家要知道一下 再來的話 我有把前兩次上課的東西 幫各位貼到Poto裡面的最新消息 這邊的話就會有YouTube影片 因為現在YouTube也滿流行的 大家應該也都在上面學習 因為根據統計 有一半人上YouTube 主要的目的是要學習 所以其實YouTube也是一個還滿好的一個學習的平台 我發現任何東西你只要想學 網路上幾乎都有人在教 OK 主要是說你要不要去學而已 所以我把他放上去 所以我這些影片放上去 可能得到收穫的不是只有你們 其實還有其他我剛剛講那個有個成大的學生 他為了要幫他爸爸還寫了一封信給我 然後問我那個學習該怎麼樣 所以他就充滿著希望 因為他可能本科系不像說在原制 大一新生是必修 沒有全部的學校都這樣 目前好像只有原制是大一新生 全部都必修 而且必修就算了 還四學分 我覺得相當的重 OK 那上個禮拜的東西影片 第一次跟第二次上課的東西都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回去想要把我剛剛講的東西 你要再重聽過 沒關係 你就自己再找一個時間 保證你一定學得會 只是說你越不越去學習 另外的話 除了我們上課互動之外 因為我們有個平常成績 如果你看完影片之後 你希望讓我對你有印象的話 你在下面也簽個道好了 比如說影片看完之後 你下面簽到說 老師我看完了 我是某某某 OK 那我就 你除了上課之外 你也會利用課語的時間 自己就是在充實 那也是一個平常成績 至少我講過 平常成績 怎麼樣讓我印象呢 最重要 第一個啦 你坐的位置 離我越近 分數越高 OK 所以你看一下你的距離 如果離我越近的話 相對成績越高 離我越遠的話 當然我會 因為這是一個印象分數啦 我有時候點名的時候 我會稍微把你們名字記一下 到時候你平常成績我就這樣打 OK 所以你不要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你成績好像也沒有追得我教 為什麼成績有時候比別人差一點 你就要想說你有沒有離我越近越好 所以我的時候會做一個觸計 離我越近的話 我就給他分數越高 OK 另外第二個呢 如果你害羞 你不希望老師記得你的話 你不然你就是怎麼樣 在網路上面好了 就是我看不到你 但是如果你有學習 你就簽個到也可以 簽到的方式很多種 YouTube上面也有 另外我的學習簽到部 我講過 你上課來的話 你就到我部落格上面簽個到也可以啦 反正呢 我會用各種方式 至少知道你有在學習 這是前提 可是太多了啦 說真的你們這麼多人 我怎麼可能每個人都熟悉 所以呢 我會用各種方式 那你有各種方式 你就讓我各種方式都記得你的話 那你的平常成績相對的也會一定比較高分 就這樣子啦 OK 好 這個部分的話 給各位參考 目前看起來好像 大家觀看次數好像也不算太低啦 不過不知道是不是你們看的 我剛剛五天前 有53個觀看次數 其實也不算低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如何去把網路上的資料下載下來 那下載的話 一 你先需要Google一下 大樂透的歷史資料 二 你要知道幾個概念 就是 在這邊的話呢 你點進來之後呢 你會發現你點擊第一個page的時候 上面呢 會有一個網址出現 特別注意 上面這個網址 不是那個公主 那個網址 是網 網 UIL 網址 OK 那這個網址裡面有哪一些 這個需要注意的 特別注意 這裡面都是關鍵 最重要是 index page等於1 有沒有發現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點選的是第二頁的話 會有發生什麼狀況 index page等於2 不過有個廣告 這個關掉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說 將來是不是說 如果我要把這16個page 通通下載的話 其實呢 你可以怎麼 跑一個回圈 for i 等於1到16 然後怎麼樣 把這個數字 變更一下 比較好了 全部的資料都下載下來了 OK 所以我把做完了結果 給各位看一下 demo一下 我們這一題 可能需要做出來的 大樂透的歷史資料 1 可以有個清除 清除我想比較簡單 2的話就是按一下它 P次大樂透下載 for i 等於1到16 幫我一鍵全部下載吧 OK 無法 結束一下 是不是因為已經有開啟 OK 好 再來的話呢 你會發現它一直轉轉轉 瞬間怎麼樣 把這邊全部的資料 通通下載下來了 坎錯向下 它總共會有1508筆資料 扣掉了1507 也就是說目前 所以答案出來 如果問你說大樂透開講 到目前為止 總共開出了幾期 答案就在這裡 1507期 那這些號碼裡面呢 出現的機率最高是哪一個 其實你就可以拿這些資料 去做上個禮拜 做的一樣事情 用conif加上contr 你就會有統計的結果了 那你再去排序用rank 答案不就出來了嗎 但是呢 我們今天的重點是 有沒有辦法一鍵 自動幫你怎麼樣 把它P次全部下載下來 有時候好像是不是什麼 您的要求 它這個可能 把它重新再跑一下 有的時候可能資料 也許網路的資料 它沒準備好 讓它再停一下 資料就下載下來了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 一鍵按下去 全部把16個頁面的資料 全部下載到Excel 這是你們要學的啦 OK 那我們按部就班來了 反正一直到期中考試以前 我在想說期中考要不要考的 還是說我就給你們作業 請你去抓一個文學性的作品 比如說有某一個人的作品 你就把它全部抓到Excel裡面 然後做一些統計分析 交一個作業出來 倒也無妨 只是說我們至少啦 要先學會如何從網路上撈資料 一個清除 其他後面是延伸性的 像後來同學就說 老師我不希望怎麼樣 如果我今天不希望說 直接抓到第一個page 而希望抓到其他page的話 這邊還有個什麼 批字新增到其他頁面的 它一個工作表 裡面就放一個資料 一個頁面的資料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做 還有刪除旧資料 你要一鍵就刪掉了 另外呢 因為它跑很久 所以如果你希望怎麼樣 會有一個進度下載的 一個狀態條的話 有沒有 也可以利用這樣按下去 它就會這樣跑跑跑 跑完之後 把你關掉了 至少你跑很久的話 也不用擔心 不然的話有時候 那個一直圈圈一直轉 轉到最後不曉得下載了沒 好 那我們第一個請各位 我們待會兒的練習 一 先開一個空白的火焰布 所以你待會兒就是 一 先開啟一個新增 新增一個什麼呢 空白的火焰布就可以了 那第二個的話呢 直接再到這邊做一個動作 找到剛剛的那個什麼 大樂透的歷史資料 那你先點選什麼 先點選第一個page就好 因為我們先可以把第一個page 下載下來就好了 第一個page找到之後的話 把上面的資料複製一下 這個網址的部分 把它複製 因為我需要這個網址 我要下載它 那可是問題來了 我要怎麼樣在eSale裡面下載 你可能要學會第二招 就是資料裡面呢 如果eSale要去下載網路上的資料 它提供了一個叫 從web的功能 資料裡面喔 找到一個叫從web web就是網站的意思啦 從網站 特別注意喔 資料裡面從web 那我要怎麼樣從web 再來的話點它一下 你就把剛剛我們要下載的網址貼上 有沒有 就大樂透那個大樂透 那當然目前是還沒有寫回圈啦 所以我現在只是到一下 到之後的話呢 它會怎麼樣 怎麼指令 按示就好了 反正這個錯誤 它裡面好像有一些程式執行 有錯誤沒關係 就讓它全部跑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時候呢 那個大樂透的歷史資料 它就會顯示在這個頁面 其實它這個原理很簡單 就是幫你把瀏覽器 遷入到eSale裡面 讓你可以在這裡面 看到什麼呢 看到你要下載的東西 再來的話 你就是告訴它說呢 你要下載的東西在哪裡 你就把它怎麼樣 在前面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 這個這個箭頭把它點擊下來 不過它有時候把它再倒一次 所以特別注意喔 資料裡面的從web 然後把網址貼上 倒一下 那有的時候可能會跟那個什麼 網路連線有關的 那下載完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 關鍵就是 這邊前面會有個箭頭 如果我今天要下載的是 這個表格 特別注意喔 這個指的是一個表格 也就是說在網頁裡面呢 它如果是一個表格 它就會出現什麼 出現這個箭頭 那我希望的是這個表格 幫我把這個表格搬到哪裡呢 賄賂到這邊來的話 那你只需要做一件事 把這個表格的左上角 這個箭頭怎樣 點一下 它會出現什麼 打勾碼有沒有 意思說 幫我把這個表格喔 搬到這邊來 OK 那我們按匯入就可以了 然後它會問你說 請問一下你要匯入到目前工作表的哪一個儲存格開始啊 那我就A1 OK按確定 好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呢 它就截取了 它就幫你把資料抓下來了 就這樣子 但是問題來了 欸 我現在可以抓一個 那如果我要抓第二個呢 豈不是我要再來一次嗎 然後這邊把它再貼上 這邊把它改成index等於2嘛 是不是 然後再倒一下 然後再4 一直按下4 然後一直一直跑 有沒有 它會再跑一下 不過它目前這個還沒出現啦 打勾 然後賄賂 兩個 再來怎麼樣 再來第三 第四 有沒有打勾 賄賂 它會問你說 賄賂在哪裡 賄賂到這裡 按個確定 欸 又抓到第二個 第三個 啊 總共有16個啊 可是你想說 老師有沒有什麼方式 我不要這麼突發練剛 有沒有再快一點的方法 有 就是要寫VBA程式 可是你想說VBA程式要怎麼寫呢 其實你可以把剛剛的一次動作呢 可以先用開發人員裡面的錄字聚集 先把它錄下來 它會幫你把剛剛你做那個動作變成VBA程式 它只有做一次 那你可以怎麼樣 在那個程式裡面呢 外面包一個回圈 for i 等於1到16 它就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往下去抓到其他 並且幫你把它塞到ECL裡面了 大概這樣子 但是你可能要解決第二個問題 因為呢 它可能每一次都是放在A1的儲存殼 那如果你又下載 他又放A1 那不是蓋掉 蓋掉 所以你可能會需要什麼 告訴他說呢 第二次可能放A102 第三次可能放A的可能200多 3可能300多 可是問題我要怎麼知道 它目前資料的最下面一列 的下一列資料位置在哪裡 OK 所以可能要解決兩個問題 第一個回圈 第二個應該放在哪一列開始 請各位先試一下這個 如何從網路上撈資料 那你可以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先試一下那個資料裡面有一個從Web功能 先了解一下這個功能 因為這個功能其實非常重要 如果以後呢 你希望能夠從網路上撈資料到Excel的話 那你絕對需要使用什麼剛剛那個功能 那這個功能如果你要重複抓的話 第二個你可能要學會錄製劇 錄製劇之後做什麼 再去修改那個劇集 就可以完成一鍵輸出所有資料的這些動作 的話 可以 感谢观看